第九回 李家二虎 上一回咱们说到 李存旭 桑福习陆州 这是在上党 陆州就是上党 这是在中原 在晋国 实际上是在晋国的南部 这一战稳定了晋国 河东地区的态势 现在河东安静 契丹人现在也是 盟友了 虽然鬼才信 幽州人会加入 这个晋国的联盟 但至少现在幽州 不会从北方 进攻晋国 于是河北 现在就成为李存旭 关注的重点 百香是一个地名 百香就是现在 大概的河北省省会 石家庄这个附近 山西 其实你要看地图 山西和河北啊 中间隔着太行山 这个井行这个地方 就是山西到河北的主要的关口之一 就太行山上的一个缺口 石家庄这个地儿 你看地图 它就是恶守着井行口 百香就是石家庄 这里其实是李存旭从山西进入河北的必经之路 河北现在确实是梁 幽州和晋这三派势力此消彼长的要点 虽然幽州啊 现在和梁和晋都是盟国 幽州现在和两边都是盟国 但其实幽州有自己的小算 就从这个啊 定州到魏伯啊 再到苍州 就这一线当时控制在小诸侯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说 幽州和晋国有边界 晋国的北部的大同和幽州的西部有边界 随后呢 就被太行山就一路就隔开了 幽州和梁啊 实际上没有边界 这中间隔着好几个小诸侯 这几个小诸侯 名义上是梁国的盟国 但实际上这心里不踏实 主要其实当时是怕幽州 怕被幽州吞并 果然是吧 这个百乡大战 就是从幽州侵犯这几个小诸侯开始 幽州和这几个小诸侯打起来了 于是呢 两边幽州和这小诸侯 两边都找到朱温 要求帮助 这是同盟国内部的战争啊 当盟主的总得站出来 说几句话给评评事啊 朱温呀 也是军事家 这个人不白给 朱温其实早就对百乡这个地儿有想法 朱温现在的敌人很多 不仅仅是北方的 朱温的敌人南方还一大堆呢 但北方的近绝对是这些敌人中最彪悍的一类 自从陆州失守 朱温现在就够不着太原了 朱温很想呢 控制警刑 这样的话 梁军只要愿意是一天之内就可以围困太原 有这个杀手锏啊 李存旭在别的地方的行动那都是瞎掰 和李克用一样 刀架在脖子上 你还敢叫板吗 朱温就和啊 来的这个 幽州和小诸侯这些使者就都说了啊 我马上啊就派军队去援助你 是吧 我要给你们双方去做调停 朱温的啊 七万大军 这就气势汹汹的来了 这个小诸侯当中有一位呢 还真就信了朱温了 当朱温的部队到达边境的时候呢 这个小诸侯的首将就看着不对 就没让朱温的军队进 这就发生了摩擦 这小诸侯还把那个首将叫过去 大骂了一顿 说梁军要是不进入咱们的国土 怎么帮着咱们对抗幽州啊 于是首将退出了城市 梁军大麻大样的进了城 当天夜里梁军就把城中留下的守军全杀了 第二天一早 是吧 首将在城外一看 完了 是吧 城门紧闭 那城头上全是梁军的旗号 梁军把城占了 这个小诸侯这才慌了 这时候你说他能向谁求救啊 啊 像那几个诸侯 人家现在都不见 我家主人啊 不在 不知道去哪了 说不好啥时候才能回来 怎么办呢 小诸侯最后没有办法 只得派出使者去向太原 去向晋国求救 使者到了太原和李存旭就说了这个事情 李存旭当时是满口答应 使者这就在管义住下来 一进门 好 那几位啊 全在这儿呢 是 在河北你见不着人 河北这些诸侯现在都在太原开会 这几个河北诸侯最后在幽州和梁的压力之下 就与晋国结盟 河北的形势一下子就是啊 对李存旭有利了 但李存旭其实别说是同幽州和梁 是吧 和这两国的联军同时作战 这两路中的任何一路其实都比李存旭现在强大 李存旭能调动的部队现在有多少呢 就是啊 一点骑兵 李四其中最多的一股就是李四元的那几百个骑兵 他能调动的各路人马加在一起 满打满算 是三千沙托骑兵 五千多汉家骑兵 怎么办呢 李存旭很鬼 他马上就给自己的爸爸写信 啊 给天堂写信吗 那李克用不是早死了吗 不是 是写给义父的 是吧 契丹皇帝 你别忘了李存旭 现在啊 是契丹皇帝的干儿子 请求契丹皇帝出兵 你不用打 你就到幽州城外啊 住两天 是吧 交游一下 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 契丹人同意了 是吧 有人出钱啊 幽州郊外两日游 闲着也是闲着 还有人给礼物 更主要的是 其实契丹人和沙托人 这两个民族在心理上非常亲近 虽然谈不上他们之间啊 有什么渊源 是吧 这两个民族其实也是独立的 相互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至少啊 他们有一点像是一样的 他们都和汉族为邻 而且都是与汉族为邻的少数民族 然后呢 李存旭又命令李四元 啊 你在 从大同出发 你也啊 回太原之前 你先到幽州城外啊 来个一日游 然后呢 当晚就撤军 大同不管了 交给汉军了 骑兵军团 全军极尽 火速返回太原 然后走警行 去河北 增援已经到达河北的李存旭 幽州城外这一折腾啊 这幽州还真害怕 他不是怕李四元 是怕契丹人 李四元在这么一露面 幽州人就糊涂了啊 这是这两家人说好了吧 这是他们联军要进攻我们啊 咱们的主力现在都在河北呢 得了撤军吧 还是老家重要啊 于是幽州人挑起了事端 逼反了河北的诸侯 可是真的要开大的时候 幽州人撤了 形势就变成禁军组成的 河北和河北诸侯组成的联军 对抗梁军 朱温大怒 这是偷鸡不成十八米啊 丢不起这个人 于是朱温亲率大军 随后前来增援 就一个开始是一个占便宜的小战斗 最后就引发了百乡大战 这是李存旭上台以后 尽量的第一次战略大决战 其实刚才你别听说说 河北诸侯反了的时候 是吧 朱温其实当时并不生气 反而朱温很高兴 我跟你说 朱温哪是一个汉人 咱们汉人心里啊 都有一个这个统一国家 统一世界的这么一个想法 天下大同 跟你听说过吧 这是一个汉人对世界思想宝库的贡献 这和我们的信仰有关 我们信天 我们的文化也跟着信仰的追求 追求这种什么呢 追求这种终极的统一 所以朱温心里有一个统一天下的想法 借着河北动乱 平定河北 然后呢 占据幽州 再夺取晋国的发源地大同 围攻太原 随后拿下太原 这北方就这么一圈 北方就统一了 朱温在听说 李存旭要增援河北以后 就赶快带领着自己的主力 增援河北 而且命令各路大军限期到达 赶往前线 老朱这是要发动统一北方之战了 梁是动员了自己当时所有机动力量 很认真的这一次要大打出手 要统一北方 谁知道大梁啊 这个身高九尺 四百多斤的壮汉 气势汹汹的来了 迎面碰上的是一个打猴拳的呢 朱温还没到战场 就传来消息 前线的那七万部队啊 溃败了 退回边界了 朱温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存旭他能有多少人呢 是吧 万把人不到吗 七万人以疫待劳 而且有监护城市作为依托 怎么会一个回合就败下来了呢 李存旭这个仗跟你说打的票 李存旭这个时候啊 就是跟着李存旭当时身边最重要的将领啊 是周德威 周德威是汉 咱们上一回就说过 李存旭上台以后 一个重要的国策就是重用汉 利用汉人的力量 是吧 来团结同盟者 让汉人呢 为晋国征战 周德威就是李存旭手下最得力的汉将 他的位置现在已经超过李思源 汉军是归周德威管 骑兵是归李思源管 是吧 现在汉军的实力实际上已经超过骑兵 李存旭一开始啊 没想打大仗 这个时候李存旭其实还在 还是处在一个什么呢 处在一个积蓄力量的阶段 李存旭比优州良 他们的军事力量实际都有数量级上的差距 李存旭带了七千骑兵 这就是李存旭全部的机动力量 随后赶来的各路增援部队最大的一股是李思源他们这一股 四百个人 全部的援军几十路人加在一起 加在一块两千人不到 你说这和朱温的差距就太大了 要不要不怎么这李存旭能打仗 朱温就为什么 这无论如何都不能信呢 要是按照李存旭的想法呢 就就上来 咱们就大杀大砍 是吧 给敌人一个惊叹号 是吧 给这些河北诸侯留下一个好印象 后面的事情再说了 是打是撤 那要看后续的发展了 是吧 给河北站台助威 但也不能折了老本 周德威这个时候啊 给李存旭提了一个建议 就说梁军现在啊 在城里 城四周啊 而且都有这个助雷 咱们现在就这点人 强攻肯定没戏 咱们不如智取 怎么智取呢 咱们利用这个梁军的现在的骄傲 咱们给他打运动战 把梁军又出城 然后呢 在河北的这个大平原上 发挥咱们骑兵的这个优势 咱们冲击他 打败他 李存旭采用了周德威的计算 这一引诱 梁军还真的就 追出了城 追击李存旭 离开了城市 在旷野中 这就和进军大战 在这平原地带 我跟你说 骑兵对步兵是有优势的 但这种优势 对于训练有素的这个步兵 这就差不多是一比五这样的优势 一个骑兵在平原作战的时候 相当于五个步兵 就进军还是不成 还是弱 总体战力上 战役一开始就凶险无比 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 两军的阵型最后都打乱了 这个时候反而对进军开始有利了 进军本来就是部族制 你知道吗 他的队伍很小 这沙陀人的队伍很小 他几十个人就能充分的发挥战斗力 梁军是步兵 这队形一乱 这战斗力就大打折扣 形势开始对进军有利 可就在这个时候梁军的主帅急眼了 梁军指挥着主力部队 就重点围攻李存旭 周德威这个时候已经被冲散了 李存旭一下子就陷入重围 左冲右突就无法脱身 眼看着包围圈越来越小 形势现在万分危急 就在这个千军一发之际 从远方杀来了一支援军 关键时刻李四元到了 谁去救主公 话音刚落一个小将就冲出队列 带着他的十几个小兄弟冲向敌阵 李四元也带领他的军队冲向梁军的主帅 主公跟我走 包围中啊 这个李存旭见到身中数件的小将 别看他们就十几个小人 十几个人 是吧 他们硬是冲开一条血路 带着李存旭杀出重围 李存旭这个时候也来了精神 一把就从侍从的手里 抢过大旗 举着大旗 纵马在战场上吃城 李存旭在此 禁军本来已经都被冲散了 现在突然看见大旗 又看到纵马吃城的李存旭 立刻就振奋了起来 重新聚集到李存旭的四周 这股铁流越聚越大 梁军渐渐的就支撑不住了 突然有人喊到啊 帅旗倒了 只见梁军的帅旗啊 倒下了 举了举举 最终消失了 梁军这就彻底崩溃了 几万人开始狂奔 跑得满山遍野都是 百乡大战的前卫战 就这么着 就以李存旭的大胜 结束了 这只是百乡大战的第一战 山坡上 李存旭遇到了策马而来的李思源 李思源把一个人头 丢在李存旭马前 是吧 梁军的主帅 已经被李思源杀了 大哥 你这不会是我们沙陀人的大头梁 真给咱们沙陀人露脸 李存旭这个时候才想起来 回头问那个 带着十几个人冲锋解围的小将 你叫什么名字啊 石敬堂 李存旭这才认出 这个满脸是血啊 浑身是剑 跟个刺猬似的小将 可不就是李思源的新女婿石敬堂吗 这小子有种 远处又来了一个同样浑身鲜血淋漓的人 跑到近前 大声报告 晋王陛下 梁军已经溃败 周将军已经带队去掩杀 咱们已经大获全胜 请陛下 进城 然后就把马带到一边 李存旭越马向前 向前 从这个人身边走过 仔细一看 来人回头和身后跟着的李思源说 这是从科吧 正是来人正是李从科 李存旭是仰头大笑 大哥 带着你家的两头老虎 跟着我进城 好了 这一回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回我们继续